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取用方总骑士何用意 您可知道 那丫头是袁孝芝的养女 不过是袁孝芝养的一条狗 能为我所用最好 如果凡事 立刻除掉 是 我刚听我一个朋友说 鬼阶今天来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大人物 包裹全部打开检查 给我彻底地搜 看什么看 说什么 我要去看爆炸现场 你们让开 等等 这里是封锁禁区 没有纪大人的手令 任何贤达人等 不得入内 袁大公子 您请回吧 算了算了 这里不行我们再想办法 走走走 叫你生袁大公子 还真把自己当爷 离了你爹 你算个什么东西 呸 那儿 没这儿吧 你小子收拾活腻回来 你小子收拾活腻回来 收拾活腻回来 袁孝棠 你敢打钦柴 给我把他拿下 是 臭小子 不是 给我打 承邀大人 求您别打了 有话好说吗 少废话 再废话 连你一特打 到 到 到 冲� 冲手 动手 动手 让你动手 让我动手 让你动手 真可怜 再这么打下去 要出人命了 你出来 哎 给我送 你要干什么呀 人哪 小夏姐 雨婷姐 和三道相关的案卷 都在这里了 天怪热的 瞧你这一头汗 辛苦了 鸽子 不辛苦 小唐 小唐 你说话呀 哎呀 兄弟 你可不能死啊 你别喝丧了 我没那么容易死 雨婷 神机营的火药库房 我已经去查过了 没有遗失和任何搬运过的痕迹 所以 明火僧是从哪里搞来 那么多的火药呢 京城中 只有神机营有大量的火药 不 并不知有神机营 段大哥 这是什么地方呀 在这儿等我 段大哥 跟了我一路 各位辛苦了 北段云 正是在下 我家主人 请你去做客 你家主人请客 都是这般客套 敢问他尊姓大名 见面就知道了 快点个东西 段云 你真卑鄙 快解开我们的穴道 你们暗算在先 反而说我卑鄙 我们有青铁给你 有青铁你不早说 拿出来吧 没带身上 你先解开我们的穴道 骗人 段大哥别信他的 回去告诉你家主人 段某不日 定当去府上做客 你知道我们家主人是谁 残月楼主盛情难却 这见面礼 段某 便收下了 段大哥 那些是什么人啊 无需再议的家伙 无需再议的家伙 哎 怎么办 那边都是锦衣卫 我们过不去啊 站住 哎 干什么呢 哎 哎 快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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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救星了 是方姑娘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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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总齐 总齐大人 哎 等等我 等等我 哎 哎 总齐大人 哎 等等我啊 还不走 哎 哎 我跟总齐大人是一起的 哎 方总齐 走 哎 哎 我在这儿呢 哎 这儿 这儿 放他过来吧 还有一个人呢 哎 怎么就你自己 哎 他在那边呢 劳驾总齐大人 您亲自去看看吧 哦 噢 又和谁打架了 还能有谁啊 就南政府司那会儿人呗 太疼了 哎 哎 你说什么 没没没没没没没什么 没什么 哎 我们是来那个现场查案的 先办这个事好不好啊